HELLO 大家好,我們是CS Work,我叫Oscar 我們來介紹一下30多萬的裝修效果是怎樣的樣子 準備接的你,有人對我身後的盤的職有能認識 這裡是天水圍天婦院三房兩次的單位 最早入伙期是2000年,算是22年樓齡,又不算太舊 但大多數看樓和收樓都保持原裝房住裝修的風格 不如我們看看他們未裝修之前的情況是怎樣的樣子 到這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不太接受這種風格 我們快點去看看經我們改造後是怎樣的樣子 廚房經過我們適心設計之後,變得非常光亮之餘 風格都是以舒適為主,年輕和長輩都很喜歡 大廳獅子櫃來地設計,加上燈光滲出 走廊頂做了角仔,增加收納空間,還加燈光點最效果 好像保持一樣的風格,過晚舒適 運用較新的長紅玻璃做塘門 我們在細節位到盡量修飾,令到頂路軌帽不明顯 調美拉攬新一代的人喜愛,收納一流 淹門式的浴瓶,加上石膊,不需要另外配無浴露架 就好像去了酒店一樣舒服 你好,我叫Lucas 剛剛大家看完我們的裝修片段,你們又覺得怎樣 試想一下,剛剛買了一個單位回來 已經花了一大筆錢 然後再另外拿錢出來全屋裝修 裝修完又要買電器,甚麼都是錢,錢,錢 如果那一刻遇上一些管理不會的公司難尾,真是人生的噩夢 這個屋主只花了三十多萬,已經裝修到好像新樓一樣 如果你對我們這個裝修項目有興趣的話,歡迎你來找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那就拜拜 接下來我們會新增不同類型的單位影片 如果你們想看得更多的話,記得訂閱我們CSWork的頻道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保證不會錯過啦 好,看到各位 按旁邊的小鈴鐺 站住的小鈴鐺 有預告 看更多的小鈴鐺 168到小鈴鐺 上來講開除小鈴鐺 幾乎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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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除小鈴鐺 小鈴鐺 地